嗯 他臉是 他欺負韓國瑜就對了 日前前總統沈睡辯直播 骂韓國瑜 讓小女童忍不住哭了 中天新聞徵求家長同意 放到小女童 沒想到卻遭到NCC開罰60萬 家長跳出來痛批NCC 沒度量 自己有那種感覺 然後才會這樣子哭 但還要給人家開罰 我其他台的小孩子 如果支持蔡英文 他們就不會抬打 那為什麼 為什麼小孩子吃寒鬼就不行 另外拉著衛生女拍攝挺寒影片的 姑姑也力挺中天 表示單純與孩子的互動 居然成了執政黨 剷除異己的武器 日前模範生頒獎有學生穿衣服 自備道具諷刺韓國瑜 各家媒體大幅報道 但同樣是政治議題 當事人也同樣未成年 NCC卻沒動作 網友質疑難道反韓可以挺韓就不行嗎 紛紛灌爆NCC的臉書留言 網友說利用學生頒獎就有意升心了嗎 怎麼不罰呢 NCC根本看顏色做事 眼睛全變綠真的太糟糕 NCC開罰兩套標準 公正的第三方單位 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離民意越來越遠 借台北綜合報導